欢迎回来 最近在华山文创园区 有一群艺术家开了一间小小的旅社 里面充满着他们在各地捡来的旧家具 还有二手衣物 他们幽默的称呼这里是废物旅社 有涂鸦客就专门搜集80年代的二手游乐器 它截取复古电玩中的元素 变成涂鸦创作 他们为被抛弃的物品赋予新生命 而且在现场当旅社的管家 邀请你进入他们的异想世界 老师电话卡式收音机 看似舒适的床铺 却有一个穿着二手衣的假人model 这家摆满旧东西的旅社 全部的家具摆设都来自街头 我们会用这样的主题是因为 我们所有工作室的家具都是入场捡来的 然后我们想说如果把它搬到这边 就是有那个废物在利用的那个感觉 放了 可是后面那只碰到你了 我觉得我涂鸦的样子就很像这个游戏 就是猫抓老鼠这样子 本来就在街头创作的涂鸦客阿诺 这次变身旅社管家 把影响自己创作风格 80年代的电视游乐器 红白机搬来展场 和大家一起玩 另一位艺术家也曾经在街头摆地摊卖二手衣 他是新生代时装设计师张建伟 我直接是用那个二手的衣服 然后把它重新拆开之后 然后重新结构成一个不规则的衣服 设计师用二手衣平贴出概念服饰 破损字句就像是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中摸索 张建伟从服装设计科班毕业 在设计师选秀节目拿下亚军之后 他开始想要自创品牌 我的经验是比较缺乏的 还有资源可能也会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我遇到的比较多的困难 是可能要从零开始去找这些资源 边做边学 这群新生代艺术家互相帮忙找资源 在别人眼中是废物的东西 也能变成他们手中传达理念的作品